南加福中心为了庆祝母亲节 今日在南英山宫举办爱的好厨艺 快乐亲子向前行亲子活动 邀请700位亲子同乐 活动现场社会局长刘淑慧与嘉宾 为700位亲子担任幸福宣言打勾勾的见证人 全时一同为幸福努力 他表示许多家长时常忙于工作 很少可以跟孩子共同参与活动的机会 希望能在母亲节前夕借由此活动 让孩子陪着辛苦的妈妈共创难忘的回忆 这个活动呢他有亲子共赎 那也有趣味竞赛 那就是希望在母亲节的前夕 让孩子能够陪着辛苦的妈妈 尤其家父帮忙的这些弱势家庭的妈妈 都是最辛苦的 或者是他们的隔代教养的阿嬷 这些家人照住这些孩子 都是非常让我们敬佩的 所以一定要在母亲节的前夕 来做这样一个温馨的活动 另外活动现场表扬慈心妈妈 得奖的五名只有一位是真正的妈妈 社工督导李又山说 其他妈妈的身份 有爸爸阿姨孤障 虽然不是孩子的妈妈 却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付出了不亚于妈妈的爱 因此获帮另类慈心妈妈 那我们今天也表扬了五位 另类慈心妈妈 这些慈心妈妈有的是孩子的爸爸 有的是孩子的故障 有的是孩子的阿姨 那也感谢这些人替代了妈妈的角色 来护养这些孩子 男嘉福更特别规划亲子厨房 结合趣味竞赛 盼能以亲子共同准备食材 甚至参与激烈的趣味竞赛 其中感情互动与食物的味道 相结合而成的记忆 支持着彼此更有动力向前走 记者林欧春台南报导